Hi,今天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DeepL为影视作品进行中文字幕翻译 这个方法只适用于纯文本字幕,并不适用于图像字幕 让我们开始 你需要GMKV Extract GUI以及MKV Tunix GUI来提取和植入字幕 推荐使用PotPlayer以检视成果 使用GMKV Extract GUI打开目标文件 Track再有Subtitle的据为字幕文件 通常你需要翻译的原文是英文,即为English或缩写ENJ 以此类推法语French,缩写FRE,中文Chinese缩写CHI 如果你的目标文件足够完整,且发信方有准备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看到SDH字幕 Subtitles for Deaf and Hair of Hairy 是为聋人和听力困难用户准备的字幕 这样的字幕通常比普通字幕更加精准 而且会出现声音的描述 选择好后,你会发现该条目下左侧方框出现一个对勾 现在,这只好目标文件夹,你就可以点击Extract开始提取了 翻译 提取完成后,你会得到这样一个文件 使用Word打开它 并另存为一份Docs文档 简视55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翻译了 打开TPL网页 点击文档翻译 将Docs文档拖拽进去即可 选择目标语言 稍等片刻,TPL会为你下载翻译完成后的文档 打开翻译后的Docs文档 并另存为一份TXT纯文本文档 使用记事本打开之前的SRT字幕文件 将TXT纯文本文档中的内容 替换至SRT字幕文件中 简视55后保存 至此翻译完成 直入 运行MTK Tunix GUI 打开目标文件 将SRT字幕文件托放至窗口 弹出窗口选择确定即可 可以发现 软件对于字幕属性识别有误 需要更改 以方便我们后期播放选择 选中新加条目 在右侧中编辑属性 点击语言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文件对应语言即可 将轨道名称修改至对应语言名称 在保一切无误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点击合并了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份 自己动手翻译的影视作品 你可以从BotPlayer来播放它 能够借助DBL完成的 能够众多影视作品的翻译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即使它目前并不完美 但也是当下出色的解决方案 OK This might feel a little weird How does that feel? F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